大家好,我是说故事的阿肯 之前我们聊过登山定计的题材 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和山有关联 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被写上马来西亚历史课本 甚至被拍摄成为电影和营业剧的传说 在著名的古马来文县马来纪念里 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相传在位于柔佛东甲的金山里 住着一位有着盛世美缘 身材恶能多姿的仙女 这位仙女又被称为金山公主 当时马流甲苏丹马莫杀的妻子刚刚去世 经历丧气之痛的她计划再娶 在听闻了金山公主的事迹后 她萌生了想要一睹真言的想法 于是便命令包括汉都雅和敦马莫等部下 前往金山向公主提亲 然而登山的路并不简单 众人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后 最后只有敦马莫和她的水虫成功登顶 成功登山后的敦马莫 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在了解了敦马莫等人的来仪后 妇人请她稍坐等候 并趁着这段时间 将对方的来仪转告了金山公主 而金山公主在窒息了苏丹马莫杀的要求后 一共提出了七个条件 其中包括了建一条连接金山和马莫杀的金桥 准备七盘蚊子的心脏 七盘小虫的心脏 一瓶处女的眼泪 一瓶嫩槟榔水 一碗苏丹以及她的儿子 拉尔阿莫的鲜血 在转达了公主的要求后 老妇人就离开了 蹲马莫下山回到马六甲后 转达了公主所提出的七个条件 而苏丹马莫杀的回应是 除了自己和王子的鲜血 其他条件她都能够满足 于是 提琴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山上的那位老妇人 就是金山公主化身而成的 这也为金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苏丹马莫杀和金山公主的故事 虽然至此告一段落 但是在后续的时光里 金山却不断传出 关于金山公主的灵异事件 早期在金山还没被开发之前 就有许多登山队 因为山上的美景和原始生态 喜欢到金山探索 有一天 一个30人的登山队伍 如往常一样 准备齐全设备 按植物分成不同的小队准备登山 故事的主角阿亮 是医疗队的一员 他所数的小队 一共有7名成员 在登山过程中 却发现前面的人越走越快 即使呼唤了也并未减速分好 很快的 一辆小队就以大部队脱离了 这时阿亮觉得不对劲 于是立刻召集小队成员们 继续前行 并且在不回头看的情况下报数 1 2 3 4 5 6 7 成员们一个接一个的报数 然而原本应该停止的气 后面就传来了一声轻柔的女子声音 报数之后还伴随一声轻笑 在山中迷路 原本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外加上后方传来的神秘女声 更是使成员们毛骨悚然 胆大且有着丰富经验的阿亮 叫团员们继续往前走 同时也持续报数 而他自己则专注观察路径 想要寻找正确的道路 在他们不断报数的过程中 第8名神秘的女生也一直跟随 一直到半个小时后才停止 此时 众人终于回到了真轨 与前方的大部队集合在一起 小队成员们都疲惫不堪 对于刚刚的那段经历感到害怕不已 也没人知道那个神秘的女子 是不是传说中的金山公主 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阿佛 也在金山有着一段奇遇 阿佛在中学时期 曾经与同学一起登山 一行人中有男有女 计划在山中露营 队伍中有一位口出狂言的男生 完全不顾及登山竞技 不断的说话撩妹 看见奇异的植物和昆虫 还会破口大骂 即使有人提醒了她 也丝毫不在意 到了傍晚时分 他们成功登山了金山 决定在一个传闻中的仙女洞外扎营 过一晚才下山 据说仙女洞 是金山公主曾经出现的地方 天色渐晚 就在大家搭好帐篷 升起篝火要准备晚餐时 英明女生突然倒地抽搐 过了不久 同行的另外四名女生也陆续倒地 几个男生都感到非常害怕 第一位倒地的女生 首先站了起来 眼神变得非常凶恶 说话的声音和语调也变得和平时不一样 她自称是金山公主 只问为什么她们要以出口亵渎 此时 另外四位女生也陆续站了起来 化身成为金山公主的宫女 愤怒无比的金山公主 命令男生们跪下吃草 所有男生均不敢反抗 宫女们则四肢着地 迅速拔起地上的草 连同旅途一起塞入男生们的口中 而金山公主并未息怒 继续命令几位男生掏出身上的财物 任入篝火中焚烧 接下来再下令要他们掌挂自己的脸部 男生们整晚不停地掌挂自己 脸部几乎泛红深血 甚至承受不住 昏迷了过去 一直到天亮了才有人转醒 惊魂未定 醒来后的男生 看见被金山公主附身的女生 伸着眼睛坐在树旁 男生鼓起勇气往前擦看 并用水帮女生擦脸 对方才终于清醒了过来 其他四位女生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被救了回来 之后一群人赶紧离开金山 即使下山后遇到人 也只敢说自己遇到了坏人被殴打 直到多年后才愿意分享当初的经验 以上两则故事 取自看《等待中国报》的阿柏林一堂 时至今热 阿肯在东甲当地的朋友透露 每年金山都会发生登山者死亡的事件 所以山林经济还是宁可兴其有 而即使是再有经验的登山老手 也记得要做好准备 带齐设备才开始登山 你是否也听过关于其他 金山公主的传说呢? 欢迎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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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